如果你到长州旅行,一定要看看这些地方,这是天宁寺的天宁宝塔,坦内有各种各样的供奉于陈列,如果你有烦心事,那不妨去拜一拜,即使不信佛,也可以在高层俯瞰整座城市,吹吹风,放松一下心情。 这是天宁宝塔旁的红梅公园,这里不仅能够放松身心,还有绝佳的天宁宝塔拍照打卡位哦。 这是东坡公园,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经11次游玩长州,并且选择长州作为安度晚年的地方,为了纪念它,修建了这个公园,这里的建筑是非常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,完美地体现了中式远林之美,这里的拍照非常出片哦。 这是中华恐龙园,以恐龙为主题的大型游乐园,整个园区畅物大,随处可见都有各式各样的恐龙,游戏设施也十分刺激,喜欢极限项目的小伙伴可不要错过咯。 上面介绍的几个地方,如果你来长州旅游,你最想去哪里呢?